欢迎收看11月14号的大新店地方新闻 我是张芳琪 马上带来掌握今天的新闻重点 石定乌图社区举办植物染成果展 充满创意与变化的染布作品让人为之惊艳 新北好茶冬茶比赛开始进行交叉 今年受气候的影响产量减少 报名点数只有969点 批林包种冬茶上市 想要选购好茶 可以到店家亲自品尝包种茶独特的香气与滋味 现在搬离敬老货爱心悠悠卡 只要到区公所林贵申办 五分钟就能够置卡合法 今天的数位最亮点 要带大家来认识homeplay价值服务 石定乌图社区发展协会 14号上午举行了植物染成果展 研锡班的婆妈学员 利用石定在地的植物 像是鼠狼小夜冷水麻等等 染出了各式各样的染布作品 包括了头巾包包衣服等等 大家更穿上了自己手染的围裙 展现了十足的成就感 一件件不同花纹的染布作品 在长桌上一字排开 舒服的色调让人看了就觉得心晃神怡 而这些全都是用石定在地植物所染出来的成品 乌图社区发展协会 11月14号上午 在活动中心举行了植物染成果展 植物染研习班为期三个月 参加的学员都是地方上的婆婆妈妈 在植物染老师林月娥的指导下 大家也各自发挥创意 穿上了自己手染的围裙 十分的有成就感 甚至还有学员将家中本来的旧衣服拿来染色 摇身一变变成了新衣裳 我们的主题是用在地的植物 然后用在地的植物来做一个 让我们所有的旧衣服变成新衣服 今天看到他们的成果觉得真的用心 像我穿的这个这是姜黄染 那其他还有我在那边的作品是焦虫染 上一次也有介绍过 真的是如果说你的衣服穿旧了 不想要穿的要丢掉了 其实不用丢掉 会把它变成真的是新的 石定区长黄世芳也前来参加这场成果发表 他表示石定拥有好山好水 丰富的自然资源 再加上社区民众愿意一同发展地方特色产业 相信对于石定观光将大有帮助 把地方的植物然后素材创意发挥到很高的境界 所以很多外地的人都知道说我们石定区 乌图社区这边他们有这懒懒的一个成品 所以我们希望说他能够走出只有是自己在那边 就是私人课程之外我们希望推广出去 如果能发展成一个地方产业那也是一个不错的观光景点 乌图社区理事长王思廷则表示 透过政府机关的协力推动 让位于山城中的乌图社区也可以像这些染布作品一样 变化万千丰富多元 有推动的那个动力请他们来施作 请他们来做什么 对他们要有人引导 所以我觉得不管是政府单位 还是说任另外民间团体 如果说可以来引导我们的话 我觉得石定会做得很好 而除了植物人陈国展之外 适逢接近中午时间 乌图社区发展协会也一并办理的共产活动 大伙一起吃饭聊天 不论是画家常还是谈染布作品 欢乐的气氛就宛如一个大家庭 也让人感受到了石定乌图的浓厚人情味 记者杨邦小周芳琪 石定采访报道 新北浩茶冬季文山包种茶比赛 11月12号到16号 在平林国中体育馆进行交茶作业 今年的冬茶受到萌芽期干旱 以及采收期雨水过多的影响 产量减少 报名点数只有969点 不过在茶农精湛技术与经验克服之下 品质还是相当好 因此欢迎民众踊跃选购包种冬茶 新北浩茶冬季文山包种茶比赛 目前已经开始展开交茶作业 一早比赛茶农就陆陆续续来到平林国中体管缴交茶样 平林农会表示 今年的冬茶前期因为受到干旱影响 产量减少 这也反映在报名点数上 这次参赛点数只有969点 生长前期遇到了一些干旱 那导致我们今年冬茶产量还是有稍微锐减 那原则上我们这整个期程除了前期干旱以外 在整个萌芽的过程 大概气候上都算还好 所以原则上今年的茶品还是会维持我们包种茶冬茶冬茶冬天的气味的特色 而且来交茶茶农说今年的冬茶接连受到几次气候上的因素 除了生长前期萌芽期遇到干旱 最近采收期也经常育绵绵 使得多数茶农的茶叶收获量不如遗忘 但值得庆幸的是冬茶品质依旧是相当不错 前些日子是干旱 那干旱茶叶会受损 那受损之后的话 你像冬茶的话 刚好要下肥的时候还在干旱 然后再来就是说 要采收的时候就一直下雨 就是这样 所以根部受损的话 茶叶一定会减少 在技术上原则上农民的部分 应该也是都蛮成熟的 那所以我们这次赛会的评比 应该还是能维持就是冬天 往年冬茶往年的特色 然后去有一个好的结果 平民会指出所有的比赛茶 将会接受农粮署 新北市政府以及茶改厂 进行随机农药残留检测 检测不合格者除了取消资格 还会遭到没收茶叶 并且依照农药管理办法 储新台币一万五千元以上 十万元以下罚款 所以请消费大众安心选购比赛茶 记者陈平常们齐 平林采访报道 随着季节与环境的不同 茶叶的品质也会有所差异 在平林主要以春冬两季茶叶为主 产量也最多 新北市政府更透过新北好茶比赛 行销推广文山区的包种茶 而最近正好是冬茶产季 喜欢喝茶的民众 不妨前往店家亲自试喝品尝 选购自己喜爱的口味 茶叶随着季节环境条件的变化 会有所差异 像是水分过多 茶汤自然比较淡 因此随着不同季节所制造的茶 就有了春茶 夏茶 秋茶 冬茶 等季节名称 当然不同季节的品质 也会因为气候不同而有所影响 不过一般来说 在新北市平林区还是以春茶冬茶最受消费大众喜爱 目前新北市政府在春冬两季也会举办新北好茶 文山包种茶比赛 春茶的水色跟滋味上会比较浓醇 那冬天的部分因为像我们冬茶因为天后比较冷的关系 那加上我们的就是海就是那个高度还是有一定的高度 所以它会有一个冬天特别的味道 有人喜爱春茶的香气 也有人喜欢冬茶的口感 这还要看个人的喜好 平林匆会建议民众如果要进一步了解包种茶的香气与口感 可以到店家市核选购 在品评的过程中 你们可以透过闻香 闻香的部分 可以去了解一下说 这个茶品就是去稍微理解一下我们的 就是很明显的那个花香味的特色以外 然后在经过那个品评的过程中 喝喝茶汤的滋味 在跟整个市场区别上 我相信跟我们的茶品跟高山茶区来比 我们有不一样的特色 目前正好是文山包种冬茶的产季 喜爱喝茶的民众 不妨趁此机会好好品尝包种冬茶 记者成品展门奇 平林采访报导 为了避免上了年纪的老人家 在申请敬老悠有卡时来回的奔波 新北市从即日起 只要到区公所临柜办理 现场制卡核发只要短短的五分钟 另外包括身心障碍朋友 申请的爱心悠有卡以及陪伴卡 都同样到区公所临柜申办 就能够马上领到悠有卡了 为了让长辈与身上者办理 敬老悠有卡与爱心悠有卡 能够更加方便 新北市在与悠有卡公司合作 与测试之下 正式宣布从即日起 只要到区公所临柜办理 就可以现场制卡核发 新北市市长朱立伦也特地到 芦州区公所了解实际作业情形 他表示以往申请时民众必须跑两趟 前后必须等两周的时间 现在只要五分钟就可以拿到手 公所办好以后要送到 我们悠有卡公司 跟悠有卡公司做好以后 做好以后 送回来公所再来贏 虽然我们中部 大家说这样 也是欢喜啦 但是是不是可以更方便 更方便 那可以我们直接在公所来这办一个 市长朱立伦强调 新北市一直以来都相当关心银法长辈 不论是老人共餐 银法俱乐部还是动健康 都是希望让长者健康乐活 再加上现在 敬老与爱心悠有卡的办理 快速又方便 鼓励长辈和身心障碍朋友 可以多加利用大众运输工具 出外走走 参与各项活动 让生活可以更加多彩多姿 记者杨宝友赵芳琪 新北市采访报道 广告后要来看的是 数位最亮点的单元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Test Care健康保健室您好 宝宝打完疫苗后 为什么一直发烧啊 我老的最惊心头的泡泡菜 要看他身往 我肚子有点不舒服 按下服务键 健康管理师将提供您 24小时的健康咨询 还有量测型服务 云端储存 并追踪健康数据 两种方案 满足您不同的健康管理需求 现在申办 Health Care健康保健室 专属您全家人的健康照护 我的第一台Shop 搭配指定方案 我的第一台Shop免费 2917 3939 大心电宽屏 近年来智慧型手机顺行 几乎是人手一只 有线电视业者看准智慧型手机的多元便利 也特别开发了HomePlay加值服务 用户只要向业者申请安装 再下载这个专属APP 用手机就能够轻松操作数位计上核 如果您还在为遥控器放在家中 哪个角落而烦恼 或者是为了做家事 无法坐在电视机前收看节目 赶快向业者申办 就可以体验这项便利服务 身中HomePlay加值服务 有线电视业者将会提供一只像随身叠般的接收器 您首先要做的 电视将它插上数位计上核 用手机进入到APP商店 在搜寻列输入HomePlay 您就可以找到房屋图示的这项APP软体 在手机页面上点选进入HomePlay 便会出现手机与数位计上核如何设定配对的教学导引页面 要设定配对 首先我们必须让手机与数位计上核 连线到同一个无线网路下 手机才能操控数位电视 这就好比两个人必须在同一个地方见面相遇 才能相互握手的道理是一样的 进行设定配对时 需使用数位遥控器进行操作 按下遥控器上的选单 选择房屋图示的HomePlay 再选择无线网路设定 将数位机上核连上网路后 请确认您的手机WiFi设定 也是设在同一个无线网路的环境下 下一步您可以在手机HomePlay的首页 看见机上核连线的选项 点选进入按下新增 便会跳出与机上核配对的视窗 这里显示请输入机上核所显示之配对码 相互配对时 数位机上核必须产生一组配对码 供手机输入 在HomePlay的图示功能下 点选手机平板配对设定 接着按下蓝色圆点键新增配对 电视会随机出现一组四位数字的配对码 然后将这组配对码 输入在手机上HomePlay的配对页面中 就可完成配对 配对设定只需一次 以后直接开启HomePlay App 就可操作使用 您可以在首页页面看见八大主要功能 与遥控器界面不同的是 HomePlay将所有功能图示直接秀在首页页面 因此省掉遥控器左右切换的麻烦 专层好康功能是有线电视业者随时会提供的互动讯息 热门推荐功能包括了即时排行与Super MOD两项服务 即时排行页签下包含频道的总排行与分类排行榜 选择要收看的频道 点选后会出现该频道正在播映的节目介绍 如果确定要收看按下下方的转台 电视就会直接切换到该频道 假如家人与您要收看的是不同频道 您就可以选择在手机上播放这个项目 您瞧手机与电视可以同时收看不同台哦 在手机端播放节目的画面下 您也可以查看该节目的介绍资讯 也可以直接按下EPG节目表 查看他台正在播映的节目 在手机荧幕上左右滑动 则可以直接转台 点选右下角在电视播放 手机小荧幕画面立刻转到大荧幕播映了 Homeplay初体验是不是很有趣呢 贴心提醒您 配对成功后只要在同一个网域下 在家中不同楼层 也是可以轻松拿起手机 操作Homeplay 不一定要在数位机上和钱操作 走到哪还到哪哟 接着来看播备要哪些地方上的活动讯息 截至起申办大新店宽屏指定方案 校普40寸电视机0元让您带回家 再抽5月天演唱会门票 申办专线2917 3939 大新店健康保健室全新上市 24小时全年无休 专属您全家人的健康照顾 六大服务轻松掌握全家健康 每月最低只要359元起 活动详情请下2917 3939 公费流感疫苗 即日起开放施打 欢迎符合条件的民众 尽速携带身份证 健保卡与相关证明文件 前往辖区合约医疗院所 或是卫生所免费接种增加保护力 106年地假税从11月1日起开征 缴纳期限至11月30日止 缴费方式相当多元 欢迎民众多加利用 并于期限内缴纳以免受罚 为提升洽工环境 文艺气息 新店地震事务所行动一郎 10月2日起至12月27日止 为期三个月展出林静瑞老师作品 欢迎大家一起共享艺术创作饗宴 以上所有的新闻内容都会刊登在 大兴电有线电视的网站上 欢迎您上网点阅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我是赵方琪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大兴电视的网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